不取這個有無 但也不會捨棄有無的現象 會圓滿所有一切 那有大德把這個兆論在做書 它裡面講 有為雖畏 就是有為的東西看起來不真實 看起來好像是虛偽的 捨之而大也不成 如果你說這些物相都是假的啦 amantab 就是所有一切也不能成就 就是眾生在這個理念 你必須借假 不借由這個來讓眾生受用 轉為真嘛 對不對 無為雖實 實相的道理是無為的 住之而會心不狼 如果你就安住在無為 那最會也是不能夠現前的 所以當然這裡面呢 要講到有為無為 我們好像第一輪有講過啦 在這裡不同題 所以修行呢 他在有跟空裡面 空而不空啊 有而非有啊 啊 這個 就是不執著有無 不知所有跟空的无 也就是心经所讲的超越而不住 那也能实相而圆满 所以不仅仅是菩萨 依波瑞或者究竟涅槃 就是现在跟未来的佛 当然过去的佛一定是这样 三世的诸佛 在因地中也是这样 依波瑞这个圣庙法门修持 最后正德无上正等正绝 这段经文就是这样